今天又來了一個海鮮之旅 它是撒一大把一起這樣轉 再分給全部的碗 好香喔 我覺得它加算耶 很好吃 它的滷肉飯非常的重 它的米糕非常的重口味 它烤得非常好 它外面就有點稍微焦 但不會到酥脆的那一種 它特別就是台中獨有的連鎖飲料店 嘿大家好 然後我們昨天去了台中的東西南北中區 我們就想說要再挑一個地方去 想說我們曾經有說過我們要來海鮮走一招 加上凡是海鮮人 所以我們今天又來了一個海鮮之旅 海鮮之旅我們就是會去清水 清水是重點 清水是子凡的故鄉 我們清水會準備吃個幾家 把它以前小時候吃的掛飽真的都吃起來 然後如果不好吃的話 豚就會想它兩巴掌 好吃的話最後他們就會接吻 我的線弄先收集了沙鹿跟清水 看有幾家有開 因為反而有先跟我們說就是 有幾家都已經是老人家在開的 所以有可能會公修 你剛剛那句話根本不合理 有幾家是老人開的 所以有可能會公修 你既然開了不用公修嗎 然後我很喜歡清水火車站的點是 它一出來就是一個船式 真的是沙鹿 喔 對不起 很喜歡清水火車站 我很喜歡沙鹿火車站的原因 是因為它一出來就是一個船式 我覺得非常的讚 凡總之間呢其實算是 范子凡尋根之禮 尋根之禮 尋根之禮 你是有什麼 淤你發不出來嗎 淤 它的名字裡面就有淤啊 好啦 總之就是這樣 那我們開始吃吧 Go 大家好 我們現在第一站 沙鹿清水 然後是士官長感滅 我只能說這家就是徐子凡一直說 今天又是再度凡的尋根之禮 之禮 這一家要特別嚴格 因為是凡推薦 他都還會叫他爸來買冷凍的 送去台北 這個還有冷凍嗎 它有禮盒 對 士官 我剛剛看他們煮麵很興奮 因為通常大家都會一份一份煮 然後裝在那個coco裡面 它是撒一大把一起這樣轉 再分給全部的碗 我們點了豬皮 豆皮 豬絞肉 雞蛋 很長 這三色蛋嗎 不是 然後說 欸 阿姨這三色蛋 他說 這個是那個 雞蛋豆腐裡面有皮蛋 所以其實沒有鹹蛋 這個麵有點那個醬是 你可以看到它有 彈絲 它有點麻醬加肉燥的感覺 這個蛋好好吃喔 真的是比較豆腐感 麵的口感好棒 它的麵也是有點類似像那個 刀削麵比較厚一點的 它不是那種很薄的麵 它是手工 它有的地方比較薄的地方比較硬 但它煮得很好的是 雖然有薄有厚 但是它不會說薄的地方 整個已經爛掉了 然後這裡還很深這樣子 對 因為有些你吃薄的地方 就是沒有口感 然後吃厚的地方裡面麵糰 對 它炸的很好 特別 請教說要加一下它的蒜 加了蒜之後 加了更香 好香喔 我覺得它要加蒜耶 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是另一個朋友耶 豬絞肉好好吃喔 它豬絞肉不是整個暖氣的那種 這家店我可以每天吃 綜合湯裡面有豬肝 豬腸 蛋包 小白菜 貢丸 王之恩麻煩你發表一下對小菜的評語 因為你是小菜之王 那這小菜就是味道算偏重的 就感覺上是 偏老冰或美麵 不是什麼黑白切的那種小菜風情 是有點像是 每一個都是一道大菜的感覺 有點像你在熱炒店裡面的菜 或者是你在傳統植物菜裡面 會看到一盤一盤都是有用心調理過的菜 那種東西我們真的是很難抗拒 這家推薦給台中附近的朋友們來吃 你如果就是夠老頭 你就應該要專程開來裡面吃 對 士官長擀麵 反凡掛不緊 去吃準沒錯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清水 休記貴 然後它有四個品項 甜米糕 炸蘿蔔糕 蚵蔔跟肉蔔 我們來的時候只剩下肉蔔 我又再度跟蚵蔔擦身而過 他們剛才說下一家要來吃蚵蔔 我就說 我從來沒吃過蚵蔔 然後他們大概就驚呼 因為他們知道我很愛吃蚵啊 每次要吃它的時候 我就是會 somehow 跟它擦肩而過 會發生一些小狀況 你看今天 我又跟它擦肩而過了 所以你對 蚵蔔一直是一個未知狀態 對 我自己南部吃的蚵蚵 是整個幾乎都是韭菜 我想像的蚵蔔是說 它會有個蚵蔔的蚵 蚵蔔的蚵蔔 蚵蔔蚵 吃起來很像蚵蚵 所以蚵蚵的裡面也是蚵蚵感 但是變成蚵蚵嗎 我稍微講解一下 我剛剛去詢問了蚵蚵蚵 蚵蚵蚵 你現在對我就是耐不出心情 他每次都會知道 喔這個可以不用 我上次拍玻璃辣椒 是我自己只給臀 然後後面自己耐不出心情 就說我要來煮一個東西 他說他們冬天的dating 是用大頭菜 但是夏天是用腳白筍 Oh my god 超想吃夏天版本 dating是會隨著季節而變化 我覺得這件事情 清水好像有一個特性 因為阿柴米糕 它夏天的肉跟湯 加的是筍絲 然後冬天是白蘿蔔絲 這件事確實是起來有志 因為冬天蘿蔔比較好吃 比較丟細 中華北人在場不吃的 長得完全不一樣 它算是很有口感的dating 對 這個醬配蘿蔔糕一定也是好吃 台北也有很多蚵蕉啊 你還是可以去吃 台北厲害的蚵蕉在哪 我不吃台北的蚵蚵 可是我覺得會不會被這個寵花 還是你再住一天 他可以去別的地方吃蚵蕉 不是啊夏天才有什麼住一天 蚵蕉很多地方很多 沒有 蚵蕉 對不起 我們現在在阿財米糕 因為裡面內用實在是太多人了 我們就只好拿來外面吃 但沒關係我們就是速戰速決 然後它很像滷肉飯 我可以幫大家導覽一下這間店 因為這間也是我從小吃到大的 它的滷肉飯非常的重 滷肉飯 它的米糕非常的重口味 它的湯很好喝 它的肉跟湯是我離開清水之後 就喝不到這種肉跟湯 它的那個飯你我超愛 超愛糯米 它那個飯配那個醬 真的很像在吃一個滷肉糯米飯 它是這樣子白米然後淋醬 然後它的滷肉味道非常重非常夠 看起來那個米好像白白沒什麼味道 可能整個入到裡面 我們會有那麼可以嫁的米糕 讓我瘋蛋的點 是因為它其實就是一碗滷肉飯 對 因為我很愛吃糯米 我也超愛 吃它一個糯米滷肉飯 多夢幻的 那個蘿蔔絲看起來好棒 因為你像在咬這個香氣一直飄出來 喔好香喔 我剛剛以為是芋頭米粉 那個蘿蔔味超讚 然後再配那個油蔥酥 超讚香 它的肉跟不是我們認識的肉跟 它的肉跟比較像是肉塊 它那個肉超不色 湯跟的好好喝 可是湯超好喝 然後那個肉 真的假的啦 那個肉很嫩 它名字取錯了啦 它是蘿蔔肉湯 它不用這樣肉羹湯啊 它在清水人的心中就是肉羹 這是肉羹 這是什麼東西 請問邱比特有人敢喝 你腦水有那麼難撈嗎 來來 我好怕喔 它是誰的水 豬的嗎 豬嗎 怎麼那麼小啊 好 雖然我內臟臉 但我人生中沒有吃過腦水 你要吃嗎 好這個湯讚喔 就是有補到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太多 因為湯 它吃起來就像豆腐 記著眼睛吃 不用閉啊 不用閉啊 可是會顧就是心裡那一關啊 就是豆腐啊 然後你不能這樣子硬吃 你要配湯 我跟你們說 你們如果不喜歡內臟味的 還是吃不下去 那個內臟味會一直在嘴裡 敲鑼打鼓 它香腸不是焦醉的 因為它是丟到滷肉鍋裡面去滷 它叫滷肉香腸 我個人覺得還好 它這個人是 陳潮手 陳潮手 他特別給他一個名字 我一直想說 這個東西是妻子發明的 他叫阿財 然後妻子發明了潮手 然後妻子姓陳 不是 I don't know but 陳潮手 is so special 你會只有他有名 我覺得潮手沒有特別 還是說 他就是說 這個潮手是陳發明的 所以很難吃 喔 對 給阿財米糕 讚 阿財米糕 真的很好吃 但就是口味偏重了一點 各位朋友我跟你們說 因為子凡是清水人 然後他有大推這家 白頭菜肉丸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吃 然後來了之後 居然發現他們沒開 他是無固定休假日 我們的命就是很容易遇到 店家公秀 雖然說他沒開 沒有辦法介紹給大家 但是如果你們有機會 來這附近吧 幫我來 就也可以來吃 因為這家非常的好吃 他使得一提的是 他是脆皮肉圓的 對 而且他的醬 也不是一般的肉圓的醬 他是清醬油 他是清醬油 不過你們有來薪水 真的很推薦你們這一家 因為這一家也是 反反掛播性 白頭菜沒開 他們就去旁邊買滑的來 他們就買了一個 檸檬多多 以及綠豆冰沙牛奶 他的特點是什麼 他的特點就是 台中獨有的連鎖飲料店 他是海鮮 沙路跟那個 海鮮沙路 所以不在海鮮上 我想加盟 會被說 我們資格only in海鮮 是清爽的 是清爽的 因為其實我剛剛不知道點什麼 我就豬竹上網查 推薦了綠豆沙 然後店員就說 建議可以加鮮奶 因為綠豆沙他們自己熬的 然後加鮮奶剛剛好 因為呢 通常綠豆沙鮮奶 或者綠豆沙 都會有一種很吸不上來的感覺 但他們家的牛奶不會過多 綠豆沙顆粒感也不會太重 不會太的喉嚨 對 而且是那種喝完大杯一半 都還覺得舌頭可以的 因為有些綠豆沙很容易 喝完一口 你就會覺得 好了我現在舌胎已經不行了 檸檬多多是我很愛購買的單品 那你覺得這家的表現嗎 這家表現很好 就是它檸檬味有出來 你有半糖少冰嗎 還是什麼 全部正常 因為沒有很甜欸 很順然後也不會很甜 讚 滑得來 大家去海鮮的時候 記得要喝 我們現在轉點來到了沙鹿 我在找店的時候就發現這裡有一家 肉圓仔 肉圓仔 一開始以為是賣炸肉圓 但是後來我發現是賣肉圓 肉圓 本頻道只是吃過很多好吃的鹹湯圓 它的肉很香欸 你還沒體會到那個皮的觸感的時候 你就已經吃到肉了 它的皮跟我們前面吃過 比如說三重阿文 大喬頭十家 它的皮其實比起來算比較便宜 它的肉餡也比較散一點 它的肉餡味道很重 你知道看起來有點像韋力炸肉圓 對 它的味道是很重 你很喜歡韋力炸醬麵 我想吃看 跟你看到它的時候 你所腦中構思的人 不是同一個人 他進去的時候真的有一個炸醬麵的香味 那就是韋力炸醬麵的養成麵 沙鹿罵鷹阿 我個人覺得很像韋力炸醬麵的麵 很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了沙鹿車站 出來稍微走一下到入口 會有一家台北魷魚羹 我們來吃它的蚵仔煎 因為它蚵仔煎很特別 它是配空心菜喔 我從沒看過配空心菜 一般都是配小白菜 硬材So Special 看起來不是特別酥脆 我的蚵仔煎要酥脆 這個我反而不需要 我哩哩哩 蚵仔煎酥脆是主流派對不對 不是 問大家 大家的蚵仔煎要酥脆還是要軟 酥脆是主流派 我覺得你們是非主流派 我從小都自己都非主流派 真正要追求酥脆的有很多食品 它的醬是自己的醬 硬材巨量 我覺得它就是比番茄醬味更濃 偏酸 它的醬有一種西式感 你懂嗎 歐洲一點的 知道有一個醬叫做Ooster嗎 對就是Ooster 帶一點洋氣 帶一點洋氣 對啊它很洋啊 為什麼會叫台北魷魚羹 老闆在台北學喝到什麼 老闆以前在台北學會來的 你們為什麼會用空心菜 一整年都是空心菜 乾蚵仔就會生水 你們開很久了 35年 台北魷魚羹 搭配硬材的蚵仔煎真的是蠻少見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try try 他們家的醬很特別 其實今天老實說我們沒有什麼一定固定的行程 因為今天沒有任何的廠商置入 但有可能後期會有 想要買廣告的人可以加入我們 我要鎖嗎 我也會要鎖 你要一起啊 我們今天是屯食天地的新春特別展覽 今天真集會是陪省團有史以來最好看的一集 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今天來了一個王甲咖啡 他在沙路 很多人都叫我要來吃他的肉桂捲 謝謝 謝謝 我們一定會 這間店的店員長得非常的好 男生也很可愛 他烤得非常好 他外面是有點稍微焦 但不會到酥脆的那一種 就是你感覺得到 他外面已經烤得比較有另一個層次 嗯 好險好日加菜 我剛加入我真的撿起來 好吃 甜度偏高 因為他上面還有一些糖霜 所以我會建議點美式來配 非常的讚 喝下去就是把那個甜感給 沖掉 肉桂捲有一種是他外面有味道 他裡面那個一層一層其實是白麵包 外面用更一撒點 肉桂粉就叫肉桂捲 可是他這個你看他每一層都有 我來喝喝看他的巧克力 他是什麼法芙娜 法芙娜 你們知道許凡的口味吧 就是小朋友愛的那種很甜的口味的巧克力牛奶 但是他又有點高級人家家裡的感覺 身在貴族的許子凡就會喜歡 多難千斤 對他就一直說 我好懷念我媽媽以前都會做那個法芙娜給我喝 但是他現在只能買咖啡廣場 他現在只能買咖啡廣場 嗯 好好吃喔 他就是很純樸 奶油是 他有糖欸 下面有糖 然後他烤得微微焦焦酥酥的 然後再上一層有鹽奶油 oh my god 這個好吃欸 很好吃喔 我覺得很讚欸 它是我覺得蠻不甜的西西里細胞 而且還有氣泡我好爽 然後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剛其實本來要點這個 然後發現不能調糖度的時候 我其實想要倒戈到美食 但是老闆娘很美 然後他就說 可是這個真的蠻好喝的 我就說好那我兩杯 因為那個老闆娘如果他眼睛看著你講事情 我會有點拒絕不了他 其實我覺得這間店 就會給人家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不用怕採咧 他有鹹食 但他鹹食只到兩點 你們可以來吃吃看 鹹食是什麼 就是一些三明治啊 有的沒的 那個甜不飽 王甲咖啡 我蠻喜歡的 不是去拍學校的卡廳 但東西很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肉園街 我們現在來到肉園街 有沒有台中的朋友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台中市區的肉園街 也是青肉羹嗎 你會幫我們證明一下 因為我們真的有點無知 可以啊 也是好喝 只有也是好喝 因為我覺得啊 這個醬就是那個米醬 我超愛 我以為你這個大肥婆 要把整塊肉都吃掉 我差點發表 欸 他還有肉耶 不奇怪耶 他的肉圓也是有筍丁的 老實說他的湯確實是酥 阿彩 這肉圓很好吃 肉圓很好吃 但是但是 但是 那個肉有一種香料的味道 是我比較不喜歡的那種 可是不影響整體表現 就是這家 就是偏一個在地的好吃 對 不是什麼我們會大尖叫說 沒一定要在吃但是是好吃的肉圓 這是我們印象中好吃炸肉圓 的味道 對對對 我們很大量的 是因為這個光嗎 嗯 然後三連排嗎 不不用了 肉圓輕 肉圓搭配米醬 是我最喜歡的醬 我們這次的行程算是說走就走 說 說 我蠻喜歡的 東西也都很好吃 都是一些很在地的小店 回歸到我們最一開始想要的 因為我們其實中間有些時候會去吃一些很大的名店 或是一些裝潢很漂亮的台北fancy小吃 我剛說的台北裝潢很fancy的店 東西也真的都好吃 只是就是 對於這種小吃店會有另一種感覺 個人還是特愛這種就是在民宅裡面 或是非常在地人會吃的店 我覺得非常的棒 從小飄來飄去這種人 我覺得對於他們 可以吃到或尋找到小時候的回憶 回憶過去 對於這樣子的異鄉有子來說都是 他是滿開心 開心吧 開心啊 你現在嘴笑吧笑 今天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吃 白頭菜 白頭菜 肉圓 那就是今天我們很突然的尋根之旅 我最後講對了 VCSK還是反韓鮮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是仿蛋少年團 那我們未來有可能會做一些其他人的尋根計畫 曾經做過我 你可以做我的韓根計畫 哈哈哈哈 你這個整個尚在通話 那你對徐子凡的用呢有興趣嗎 他剛剛說到 就是 他說 你要哭了嗎 你要哭了嗎 太突然 等一下 好突然你講話 不是他剛剛說 我都沒有來找我媽媽 他來台北其實都沒有 就是說親情這件事情有時候 會有滿多苦衷 有一半天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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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